嗨,大家好,我是响眠 今天我们把苦瓜和莲藕给它放到一起做 做一道非常下饭并且简单的菜 血皮洗净的莲藕先把它切成片 这个比较大把它一分为二 苦瓜洗净后把两头切掉 然后给它一分为四 先用勺子把这个苦瓜里面的瓶给它挖掉 然后再打斜刀把这个苦瓜给它片成片 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切 再准备一点小米椒 直接把它切成圈就可以了 大蒜子把它剁成蒜末 锅内水开下入少许的盐 再来上两滴油 下入切好的苦瓜 这里加入油的主要作用 是让焯出来的蔬菜色泽更加的鲜亮 加入盐的话主要就是防止维生素流失 苦瓜下锅大约焯一分钟后 下入莲藕一起焯一下水 莲藕下锅焯一分钟后把它捞出来 放入冷开水中快速把它透凉 苦瓜和莲藕基本上都已经冷却了 下面用漏勺把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苦瓜和莲藕控好水之后加入一点葱 刚刚切好的蒜末和小米椒末 拿上一点米醋 盐 鸡精 贝糖 生抽酱油 少许的香油 发椒油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简单又清爽的一道苦瓜拌莲藕就已经做好 这样做出来酸酸的辣辣的非常的美味下饭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最后还是想念来帮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先吃一贡狗 再尝一个苦瓜 这种狗入口的时候是非常脆嫩的感觉 而这个苦瓜是一种非常鲜美带着一点点苦味的感觉 把狗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的话就更加的完美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响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